深圳至中山跨江通道6月30日15时通车市运营 记者在通车现场看到民众长鲜热情高涨 深中通道运营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 通车后一小时的车流量超过7000车次 两小时通行逾1.6万车次 当日15时 记者乘坐通车后的首辆越岗直通8 从广东中山翠亨东站进入深中通道 一路非常畅顺 大约半小时到达深圳保安 沿途风光无限 气势恢弘的世界最大跨境全联岸海中钢香梁选索桥 深中大桥映入眼帘 这一次作为投车我特别高兴还特别激动 因为深中通道开通在即 马上就可以见证到深中通道这个历史时刻了 包括我们车上20多个最重视的越岗直通8乘客 他们一直在这里等也就想见证这一刻 从事交通运输业的郭俊鹏来自香港 此前他一直通过新闻播报关注深中通道建设 之前都是坐我们这个越港直通吧 即是它是点到点的 反正就直接达香港所以就比较方便 以前坐的可能要三到四个小时 三到四个小时 接着现在可能通了之后 可能两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到了 我觉得这个会首先第一个会拉近两岸的距离 原先是行很多是行苦闻大桥 就会兜个大圈 接着现在会将我们整个越港澳大湾区 这个更加紧密地沿起身 好像香港深圳来中山珠海 就不需要再兜那么远 距离上会拉近 接着我们互动起身 或者互相之间的一些沟通会更加紧密 当日下午四时 记者返程时看到 深圳至中山方向车流量大 部分路段开始出现拥堵 当晚九时许 记者绕道回到中山翠亨 通过航拍画面看到 深中通道上往返车流依然密集 拥堵仍未缓解 据统计 截至7月1日8时 深中通道6月30日15时 正式通车试运营以来 车流量已经达到8.8万车次 其中6月30日17时达到最高峰 为0.8万车次每小时 6月30日15时至24时 通车首日车流共计6.4万 其中部分流量为观光车流 广东交通集团提醒广大市民 不要在桥上和海底隧道内逗留 注意行车安全 车主出行时 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 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 安全文明驾驶 特别是途经长下坡 隧道路段 注意控制车速 保持安全距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与点点栏目